当年西藏也是一样 也是认为共军没这么大案 最后是和平解放 为啥是和平解放 说白了就是阿胖阿文静美 直接去签了协议 和平还叫解放 看到没有 说白了就是李英万和 悄悄的潜进去 把你的这个侧印 然后把他的弹务库给炸了 潜伏进去 就是把他的军队 西藏的军队当时还在睡觉 就把他灭了 当时在昌都的 然后最后阿胖阿文静美带路 还把他的弹务库给炸了 炸了以后 签了一个东西 最后跟国际社会声音大 说那叫做和平解放 已经解放了 已经签了东西了 等到西藏政府 到全世界联合国去找 找帮手的人 找人的时候 都找不到 没人 当时正好又是朝鲜战争 美国也不敢惹苏联 朝鲜战争 生怕这里搞出大事出来 这些就是核心 这就是我们告的 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其实就已经开启了 习拿下台湾的各种打法 他的打法很多 很多种 各种打法 他随时可以变的 就是下围棋 任何国家现在 我告诉你 他打的就是围棋思路 任何一块地 他不在乎这个地子 而是在乎围把它变 还是打把它变 它核心是要变 你想当年傅作义 是多恨共产党 手上有多少 说共产党 这个血债 说当时北京 谁都没想到 傅作义 直接黑子变白子了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几十万 直接投降 叫做和平解放 你看到没有 这就叫和平解放 为什么把傅作义 任命为这个第二战去 就是这个 来保护这个北京城 为啥 你以为这个蒋介石 傻乎乎 就觉得傅作义 一定会那个吗 他一定是觉得 傅作义非常 恨共产党 手上的血战 这个中共一定不会放过傅作义 但是你看 他就是 你看第二次国共内战 傅作义与共产党 在大同吉林战役 打赢了中共的军队 使中共领导军队处于劣势 你要知道蒋介石当时 对傅作义非常放心 为啥 因为傅作义手上 有大量的中共的血战 中共说 怎么的都不会放过傅作义 但是最后你看 直接叫和平起义 长城为长春 当时围城 围了死了多少几 多少人 这就是中共也是 毛的战争哲学 就是这种 一直以来 就是围城的打法 就是这种围棋的打法 围而不打 就让你饿 老百姓饿都饿 给你饿死多少人 吃人 都是 他才不管你这么多 有任何的人道吗 没有 所以 这就是什么东西 都是他手上的武器 对 无底线的打法 所以我们之前几个月说 八月份 有事 这个事说白了 现在越来越看 这个情报很准 很准 现在其实 不管 就跟当时 蒋介石国共内战 打 当时印度 就是西藏也是一样 西藏说 中共敢来 敢来你看看 我们西藏战略位置 如此之重要 我们这么大面积 英国来帮我们 印度也绝对不会 坐视不理的 美国也不会 最后 你看 为啥 就是合并起 他只要打着 和平两个字 这样就把你所有的 你的所有的 因为他是围棋的思路 他并没有把你吃掉 他不是什么军 吃一个族 他扶持你 看到没有 达赖喇嘛当时还在那里 背后说达赖喇嘛 也跑到北京 跟毛见面 你看 毛说 你看我们西藏是和平解放 那达赖喇嘛 很小嘛不懂就忽悠嘛 这是他一贯的大法 他说你看达赖喇嘛 代表了西藏人民 满意的接受了和平解放 保护了 避免了多少人 然后不愿意的 都是反动派 所有反动派全部打倒 一个声音都没有 就跟香港一样 所有的人 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说白了都抓到哪里去了 现在还在监狱 有的甚至尸体都找不到 一样的概念 傅作义那里也是一样 和平解放以后 有多少人死啊 傅作义自己的文革事件 有善终吗 不一样吗 一样的概念逻辑 这个概念观念啊 变不了那也没办法 说白了啊 中共最怕的 就是你打他的后方 中共在二战的时候 在日抗日的时候 他还有敌后 什么根据地 什么叫敌后 说白了 现在他在台湾 就有好多敌后根据地 你咱中国大陆的 天天从小看电影看多了 谁不知道敌后根据地啊 什么李 李向阳对 敌后根据地 台湾岛内有多少敌后 武装根据地 敌后根据地 回头一会诗的时候 你就知道 等他把这个电影拍出来 你就知道咱们说的 都是准的 他回头拍出电影 台湾解放 和平解放台湾 谁谁谁 敌后根据地 在红秀柱的带领下 在谁谁谁 什么什么 民进党谁谁谁的带领下 潜伏多长时间 最终为和平解放台湾 立下了什么什么汉马功劳 就跟那个傅作义 后来是 傅作义的女儿 是敌后根据地的 天哪 回头一定会拍成影视作品 有多少敌后根据地 悄悄的 做各种搞破坏 说在某年某月 什么当年佩洛西放台湿 悄悄的搞各种破坏 这个到什么码头接应 是吧 你回头一定是拍出这个电影出来 然后所有的什么都是反动派 一切反动派全部 全部抓起来了 那些都是汉奸走狗 反动派一定会被打倒 就这概念 你去看 回头我们真的不想走到那一步 在那边